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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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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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转发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xud 杀儿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人牵不得最终的效At 律商上背 毫肯走 然俊殺 准黑 你要取回我所拥有的一切 今天的一切你谁也不能怪 你只能怪你自己 一切只怪你自己 难道 你就不怕我会恨你吗 恨我 你恨我好了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至于你恨不恨我 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今天我看在我死去的娘的面子上 我还叫你一声爹 只要你安安分分地做好你的国障大人 我保证你会有好日子过 但是如果你还是念念不忘你那死去的 宝贝女儿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娘娘 你怎么在这儿 奴才知道娘娘今天归宁 恐怕别人伺候不周 所以特来亲自伺候 你什么时候来的 很久了 只是娘娘和国障爷在谈家时 奴才不敢打扰 艾妃啊 谁惹你生气了 臣妾不知皇上下临 请皇上赎罪 艾妃快快请请 是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啊 皇上 臣妾觉得这个宫里面 每个人都在跟臣妾作对 到底是谁 告诉朕 臣妾自入宫以来 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孤独 哦 朕知道了 李氏来的日子短 过些日子就好了 臣妾虽然只入宫半月 但是臣妾觉得每天 都像度日如年呢 那好 朕时常来陪你 皇上 臣妾想回家 你不是刚刚归宁吗 怎么又想回家了 如今臣妾 已经是一个嫁出去的人了 娘家也不再视我为家人 但是皇宫四处冷冷清清的 我觉得自己好像孤儿一样 朕明白了 好了 艾妃有什么话 尽管直说 希望朕怎么帮你啊 臣妾有一堆自小玩到大的表兄 与表姐 臣妾想请他们进宫 陪我住几天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安准 好啊 只要艾妃高兴 什么要求朕都答应你 嘿嘿嘿 谢皇上 皇上 臣妾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啊 国丈大人 奴才正准备到您府上去呢 啊 公公 有什么事啊 皇上有旨 国丈大人不如就在此地接旨吧 好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国丈大人江别赫 劳苦功高 特赐官拜边防镇守大将军 派往西垂 防卫射计江土 即日起行不得延误 钦此 什么 派别赫去西垂守边疆 国丈大人 还不赶紧谢恩呢 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起来吧 国丈大人 皇上可能眼看近日边疆已无战事 所以才派你去 这是幽差 实在是皇上 特别体恤您老人家 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老父明白 不过别赫向二位求个情啊 先向皇妃娘娘说一声 别赫再动身 有劳二位公公成全 不必了 皇妃娘娘已经吩咐下来 说她最近奉体为和 需要休息 任何人都不见 怎么 她已经知道了 奴才告退 中文旁 noted 兄弟娘娘 啥气 你在的时候 毕童 晚生 快点 娱乐 快点 跑刀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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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神 人无财不行 终有一日天下之财 尽归我有 这个自然 谁 燕妃娘娘 原来是燕妃娘娘 您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我红叶寨的护卫 竟形同虚实 你不是说 财可通神吗 对对对对 燕妃娘娘 现在升得皇上恩宠 自然有足以通神的财富 不知深夜造访有何贵干 我来找你 自然是要带给你一笔 大大的财富 财富 这个在下倒是很感兴趣 你跟我爹合谋 要把我大姐送入宫内 就是想让我爹 成为国杖以后 有能力跟刘喜抗衡 世事难料啊 没想到最后进攻的是你 而且令尊尊尽管有了很大的权力 却被弄到边关去了 但现实并没有改变 你想联合我爹的力量一起对抗刘喜 现在我爹的角色由我来顶上 不是一样吗 这个自然 如今刘喜对我是如影随形 她想用压力来压制我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我要找一位好帮手 帮我一起来对付她 刘喜武功高强 一在下之见 只可智取 不可立敌 不知有何智取的妙法 我们可以引虎杀狼 然后坐收于翁之利 刘喜侍郎 那么最合适的虎是谁呢 谁最恨刘喜 小鱼儿 正是 你已经坐在这儿发呆三个时辰了 喝点水吧 谢谢 在想什么 我在想怎么把燕叔叔治好 怎么样把花无菊找回来 怎么样能杀刘喜 别把所有的担子 都放在自己肩上 这样太累了 起码杀了刘喜啊 如果不杀刘喜 我都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 燕叔叔 你又在玩什么 我已经交了小华和小伟 穿心掌和旋风腿 他们正在练功 谁啊 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娘把我爹的疫情 都已经翻遍了 加上她自己的毒精 倒是想出了几条方子 但是又集中很珍贵的药材 没有办法找到 你不早点告诉我 我去偷去抢也会找回来啊 你要偷也要知道 到哪里才能偷得到啊 比方说 极南之地的鳄鱼竿 极北之地的白熊胆 还有极西之地 一种叫墨药的树枝 和长白山上八寸以上成型人参 到哪里去找 你要我再说一次 我都说不出来啊 这些药 我娘也没有见过 只是在书上见到过 那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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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正有一匹人马 向谷中赶来 还穿着官服 抬着轿子 不像东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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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寻找 aquilo 早小月 表演无疑 呀 什么 楊 solution 像这样的对他的 你怎么变成了一位 me 这一位是雁妃娘娘 住口 我今天是特地来感谢苏大夫 为我治好身上的奇毒的 你曾经帮燕妃娘娘聊过毒吗 我们能借个地方说话吗 一言荡日 承蒙苏大夫相救 才可以进宫侍奉皇上 苏大夫的大恩大德 我真不知道何以为报 燕妃娘娘 你现在大富大贵 你来这种地方 敬我们这样的人 会不会有失你的身份 不会啊 你们都是我的大恩人 当日要不是你跟花胡缺 把我从妓院里面救出来 我也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 燕妃娘娘 如果你真的想报道我们的话 能否帮我们在宫中找一些药材 这些药很稀有 每年各个地方 敬过给皇上的奇珍异宝有一大堆 我想你要的药材 我在供品里面应该可以找到 你放心吧 不知你们要的这些药材 是不是要救燕达侠的 燕妃娘娘 你倒是知道的不少啊 其实我心里面倒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请说 现在刘喜对你们这些人 也是步步紧逼 我想在这个地方也算不上安全 不如你搬到宫里去住 为什么 第一 在宫里面待着 方便照顾燕大侠 你要的那些药 宫里要多少有多少 第二 我现在狠得皇上的恩宠 相信待在我身边的人 刘喜也不敢轻举妄动 第三 我们就有机会 一起对付刘喜 我第一眼见到燕妃娘娘的时候 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不过真的没想到 你的臣服也是那么的深 于大哥过家 你希望我们进宫帮你对付刘喜 是吗 从我第一天看到你 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没想到 你比我更聪明 谢谢燕妃娘娘 俗话说得好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现在刘喜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想你也想替小仙女报仇吧 第一 刘喜的武功那么高 我凭什么杀掉了她 第二 我进宫不等于是杨禄虎口 对呀 但是如果想杀御医的话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御医 皇上一直患有不眠症 都是凭借武毒老祖给她配的药 才得以痊愈的 武毒老祖 我会在皇上面前跟她说 其实啊 武毒老祖的药 是她跟于大夫一起研制成功的 这样皇上就会把于大夫请入宫中 用来照顾她 好啊 李大哥 你去跟她说说吧 还是你去吧 让你去你就去啊 哎呀 我的嘴巴只会吃 不会讲话 那我也没办法和年轻人沟通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她说呀 去宫里实在不是个好主意 是啊 万一刘喜弄出什么借刀杀人之计 我们可无法还击呀 关键是那个江玉燕啊 让人琢磨不透 我觉得她不可靠 对呀 那你就把这些话跟她讲讲 可是她已经答应人家了 哎呀 她没有话跟你说 苏如士说你去问吧 李大嘴说你去问吧 苏如士说为什么你不去问 李大嘴说 我的嘴巴只会吃饭 不会问东西 苏如士说 我也不太会跟年轻人沟通 苏英说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好 嘿嘿 李大嘴说 去宫里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 苏如士说 万一弄出个借刀杀人之计 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苏英说 而且江玉燕的为人难以捉摸 并不可靠 苏如士说 女儿你出去跟她谈一谈就好了 苏英说 可是她已经答应人家了 李大嘴说 她只是小鱼儿 又不是观音常用得着 那么熟悉吗 苏英说 那燕那侠呢 他们要是问我去哪儿呢 你就说我去玩了 嗯 去呀去呀 跟你去呀 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我说 你已经答应人家了 我不想你觉得我婆婆妈妈的 我有胆量答应她 你们考虑到的事情 我当然不会没想过 你已经有对策了吗 要对付刘喜 就得先拿她的把柄 什么把柄 抓她的死穴来威胁她 就可以好好地跟她玩 刘喜的死穴 一个太监的死穴是什么 不要说出来 一定行吗 你是说这个死穴行不行 还是说这个办法行不行 办法当然行了 奴才召见皇上 勉励 谢皇上 刘喜 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啊 奴才不过偶感风寒 只是杂事缠身 无暇打坐 今天晚上抽点时间打坐便是 朕剛請了個大國手來做御醫 給朕與愛妃整個脈 也給你開個方子 吃了藥不就得了 謝皇上 傳御醫進殿 微臣參見皇上 參見燕妃娘娘 免力平身 謝皇上 劉公公 好久不見 大膽逆賊 怎麼會在這兒 來 給我拿下 大膽 住手 于大夫是朕請回來的 誰敢無禮 皇上 請聽奴才一言 此人與慕容一家淵源極深 屢柱逆賊 誰絕不能留在宮中啊 此事 燕妃已向朕講得清清楚楚 于大夫當日是被慕容家的四小姐所餘 捲入了漩渦 與此事沒有關係了 此事難以證實 在下確實已經很久沒有見慕容家的人了 不過聽說 慕容家四小姐與淑妃娘娘都曾落在劉公公手上 不知現在下落如何 沒有這樣的事 這樣啊 如果有一天我見到了慕容仙的花 我就叫她來自首 晚上來陪劉公公聊聊天 皇上 據奴才所知 這位于大夫並不懂得什麼醫術啊 你胡說什麼 當日我跟姐姐同時患上了那種病 要不是我有幸遇到了于大夫 可能現在 早就跟姐姐一起死了 劉喜啊 讓于大夫替你整整脈 抓副藥 治好了證明他是高手 來人哪 給于大夫赐座 劉公公 先讓在下替你把把脈吧 請把舌頭伸出來 舌頭伸出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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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差 非常差 我看你肯定經常吸別人的東西 東西一點吸吸一點 亂吸一通 人家有病你也不知道 把病傳染了給你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知道 你以後不要亂吸別人的東西 嗯 他吸什麼了 微臣真的不知道 嗯 臭小子 你找死 你是跟我說嗎 你 請大聲一點 皇上 劉公公的病 若讓微臣來診治 肯定不要而喻 微臣只要在 劉公公的舌頭上扎幾針 扎上七七四十九針 肯定針到病除 臉色馬上紅潤 皇上 公公 來吧 好 皇上 此情此景 我怕皇上見了之後 晚上會難以入眠 所以微臣建議皇上 是不是 哦 對對對 朕不看 朕不看 漂亮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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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你的嘴 咱们闭 咱们闭 皇上 现在刘公公的气色 是不是好了很多 于大夫果然厉害啊 刘喜 好多了吧 谢皇上 于大夫和家眷留在宫中 伺候朕与燕妃娘娘 臣遵旨 苏姑娘请坐 于医医请坐 这里环境清幽 不会有人骚扰你们的 这两名宫女是专门伺候你们的 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不用客气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尽快找到 药单上的珍贵药材 那些药材明天一大早就可以送到 于医医的吩咐我们可不敢耽误 在宫里面你越是客气 别人就越觉得你好欺负 如果你越是霸道呢 别人就会越觉得你有后台 看来燕妃娘娘你 很快就掌握了宫里面的游戏规则 其实后宫跟森林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很软弱的话 很快就会变成别人肚子里的食物 怪不得人家说女大十八遍啊 记得以前第一次和燕妃娘娘 见面的时候 也不是很久以前呢 但是你的变化可真是不小啊 第一 变得越来越聪明 其次 以前的梁家小女孩 现在变成了燕妃娘娘 小月真是没用 还傻乎乎的 多谢于大夫夸奖 小月告退 大爹 我们去找东西 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找的东西你帮不了我们 你一定没有 哎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可别东西都不着 连回去的路都不认识了 让人抓住 最多被人 哎呀 我也好多东西都没吃着呢 我不想死啊 喂 你在干什么 哎呀 不关我事啊 哎呀 还说不关你的事 明明是你随地撒尿 不关你的事 关我的事啊 哎 求求你 求求你 千万别抓我 你叫什么名字啊 报上名来 哪个公共底下的人 说 哎 求求你 这让主管知道了 我 我是要受刑的 不说也行 你告诉我 宫中藏宝贝的地方在哪里 宝贝 什么宝贝 你也是太监 你会不知道宝贝在哪里 你别耍我呀 老弟 哦 你说的是那个 别指我 少装算 快说宝贝藏哪儿了 好好好 我说我说 不是所有太监的宝贝 都藏在宝贝房里 不藏在宫里藏在什么地方 有的藏在替我们晋身的师父那儿 那你们的师父在哪儿啊 呃 全国各地都有啊 京城就有好几个 最有名的就是在城北的要饭胡同 哦 你也是找他做的 是啊 哦 你们是想问哪位公公啊 刘喜 哎呦 菜都尿了傻的 公公 不用怕 我不会把你供出来 只要你告诉我 那个刘公公是哪个师父晋身的 那你们不要把我给供出来啊 发誓 发誓 别的人我不知道 正好 他是我知道的 菜都尿了傻子 他跟我一样 他也是在城北要饭胡同做的 所以他的宝贝也在那儿 继续撒尿吧 谢谢 别偷看哦 发誓 发誓 我们怎么办 去要饭胡同 哎呀 这 放心 我们不是来打劫了吗 你们俩来净身哪 是 不 我不是 我不是 他是 哦 你呀 来来来来 我说啊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想当太监 那宫里也不收啊 你有所不知啊 他呀 被太多女人纠缠 烦哪 所以割了算了 就就他 忍不可貌弃啊 你听说没有 好 那既然这样啊 那咱们就先签份契约 为什么要签契约啊 写明了 如果发生什么差错 各安天命 这个宝贝呢 留在我这儿 他日来熟 这个价钱另一 你不觉得赚这种钱很缺德吗 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啊 如果想选个好日子的话 那还得另外加费 人家来输宝贝 你满钱要价 你的良心何在啊 你不要跟我啰嗦 告诉我宝贝都藏在什么地方 带路 这 这 这刘公公地位显赫 他的宝贝就是贵宾 这当然就得有贵宾房啊 喂 你耍我 刘香香哎 每个太监 进宫啊 都不用自己的圆名 而改一个新的名字 这刘公公进宫之前的名字 他就叫刘香香 行了 你拿着 先拿着先拿着 这么久不会坏啊 当然不会啊 那静身之后 宝贝就拿去查了 跟着风干 可以放几十年 等公公们百年归老了 还得把这宝贝拿回去陪葬 否则这身体不完整 就不怕投不了胎啊 好 谢谢 走 你们你们你们 这刘公公乖得下来 我可怎么办啊 你赚着缺德钱 也赚了几十年了 也该给自己积点应得 快把店门关了 回乡养老 别别别 别啊 你们不能这样 回来 回来啊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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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用来取悦皇上的几个小玩意儿 取悦皇上 什么小玩意儿啊 我在导弹大师的导弹宝洞里 见过一个 一模一样的 我做了四个 那他们都会做什么呀 可以做什么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可以令龙颜大悦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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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今天准备了一样 特别新鲜的玩意儿 来献给皇上 起来起来 快起来 有什么好玩儿的 让朕看一看哪 是 皇上 不用害怕 这几个只是围臣 精心发明的木头人 他们没心没脑 不像有些有心有脑的人 终日只想着如何争权夺利 胡说什么 又不是骂你 生那么大气干嘛 皇上 我做出这几个木头人 只是想让皇上开开心心 就这么几个木头人 会取悦朕 他们会唱歌跳舞吗 唱歌 不过跳舞呢 就应该没问题 不好意思啊 不过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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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高兴吗 朕真是很开心啊 他还能给朕做点什么呀 倒酒如何 好啊 给朕添酒 皇上 快快快 皇上 真是好玩 朕今天很开心 你是立了大功啊 徐大夫 能告诉朕怎么用他们吧 当然 当然 好 就把这些木头人留在宫里 伺候朕和爱妃 谢皇上 朕要赐封这些木头人为御国宝 皇上 万万不可啊 为什么 回禀皇上 这些木头人充满了妖邪之气 人非人 鬼非鬼 我看让他们长留宫中 恐怕会招致灾祸 朕是混账 朕现在正高兴 你竟说出如此混账的话 皇上 奴才知罪 不过 奴才是看到有些人 想蒙蔽皇上 所以才冒死金剑 朕嘴 你以为朕是三岁小孩吗 掌他嘴 这木头人怎么按哪 皇上 皇上 朕明白 你大胆 竟毁了朕的国宝 何余大夫 这些胳膊还能挂回去吗 回皇上 我看木头人这胳膊是挂不上的 就像有些人一样 身上有些东西掉了下来 就永远都挂不回去了 刘夕 你这奴才 如果再有下次 朕就要停仗你 赶快滚 奴才告退 江医院这丫头 竟敢连同小鱼儿来羞辱本都 本都这口气实在是咬不下去 都主 让属下现在就去把小鱼儿碎石万断 嗯 你们去 万一吵起来 只有坏事 都主 难道你想 他们把燕南天 也偷偷带进来了 今天晚上 我就去杀了小鱼儿 跟我把燕南天的功力吸干 我看你江玉燕 还有什么帮手可请 都主亲自出马 自然无人能挡 嗯 你们找人去监视皇上和燕妃 只要他们一就寝 马上就来告知我 属下明白 我是燕狗 又名 刘香香 又中了这个小王八蛋的气了 小鱼儿 你给我滚出来 你把我的宝贝怎么样了 放在一个笼子里面 里面养着四条恶狗 每天我会叫人 喂他们三顿饱肉 吃饱了自然对您的宝贝 没什么兴趣 如果有一天我忘了给他们肉吃 那就很难说了 我没有了宝贝 那又如何呀 在下这次进宫 也不过是图一场富贵 只要公公你 不要继续跟在下抬杠 我自然会把你的宝贝 保存得香喷喷 放在要饭胡同 比不上放我这儿啊 我算你狠 这样吧 两三年之内 你如果让我顺风顺水 赚一大笔 能够告老还乡 到时宝贝一定还给你 君子一言 四十几匹马都难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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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